我確定的是 我在台積電有沒有我 台積電都不會倒掉 你有付分手費嗎 我提的我有付 你剛這樣從頭到尾聽起來 你就人真勝利主啊 那些做出來就不合我們規格的面膜 我們兩個一起一個一個把它剪掉 耗費掉 虧掉至少三分之一 前面的三分之一直接打水漂 你說愛一個女人 她做什麼事情 吃醋小氣亂花你的錢 把你的卡拿來亂刷 你也覺得甘之如矣啊 大興關入工的地方 這個後邊帶入存 是造成她願意去做 原本市場上的人都不敢做的事 但她做了 我們介紹了很多不為人質的好女人 總是要掺杂一些 讓人羨慕的好男人 童顏有機這個網瓶的品牌老闆 Jimmy 嗨大家好我是Jimmy Jimmy很特別 之前是台灣某個很有名的 科技公司的工程師 今天主要還是要來 分享她自己從工程師 到創業這個過程 她做哪些事情 然後中間有什麼樣的一些故事 我開始有創業的念頭 大概是在07年的時候 07年的時候 其實已經在台積電 大概工作五年的時間 那時候會覺得說 好像在那邊繼續做的時候 人生大概就是很安穩 我心裡面的我總是會覺得說 我在這社會上面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有能力可以在社會 創造更多工作的時候 被更多人需要 我們可以發揮更大的能量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有了創業的念頭 所以我開始離開的時候 我想的就是說做有機 從路端的品牌的事情 那同時之間那時候讀了一些研究報告 發現說有機的優先的使用者 大部分是女生 所以我做的都一定跟女生相關 面膜這個東西賣的品牌很多 但是沒有一個真的拿到有機認證 我本身大學的時候念的是台大化工的背景 瞭解成分的區分 就想到沒人做的事情 我們就來試試看 我跟我合夥人一起努力之後 現在童年有機也五歲了 幾次的訪談中間 我們都會發現一件事情 世界上成功的人都有一個特質 他會把他的產品 不管是飯店或者是設計 或者是食品 或者是保養品 都會去要求到產品核心的價值 要真正做得非常的完善 非常的美好 那自然市場就會去注意到它 我記得從你來找我之後 童年有機就不斷地一直成長起來了 我們的資金應該怎麼運用會比較好 那時候在請教老師的時候 老師也都給我一些的建議 因為當時還蠻受用的 也是我們那時候在思考這些路向的時候 除了是第一個在台灣拿到歐盟的有機認證以外 我們也拿到了美國的安靜認證 EWG認證 那雙認證的品牌 就全世界做面膜這一塊 除了我們就只有另外一間而已 我們的消費者每買100塊 裡面的一塊錢 我們會是用來支持兒童教育 不管我們今天是賺錢或虧錢 反正裡面就著一趴 我們就用在做兒童教育 我剛有另外一個朋友 跟他在同一棟辦公大樓裡面 然後我常去找我那個朋友 那每次去我都問一下管理員說 欸那個 他就說我知道啊 就樓上整群都美女的那間公司 你們應該要開心 管理員如此的稱讚你們 哈哈哈哈 男老闆啊 在面對一群女員工的時候啊 員工中間會有那種 小團體啦 勾心鬥角啊 鬥爭啊這樣子啊 你是怎麼去處理這些事情 應該是公司兩三歲大的時候 因為我多把公司看這些小孩 所以我用兩三歲大來看 那時候有一些的夥伴子 人雖很優秀 有很多的貢獻 但是或許他不再適合這間公司了 就跟人家分手一樣 總是會有一些勾勾敵嘛 你有付分手費嗎 我提的我有付 我們都希望好聚好善 我們都希望在分手之後 人家還是可以有 繼續好的發展跟成長 那我覺得這一點是蠻重要的 因為既然我們在做有機的事情 離開的人可以繼續帶著 在這間公司裡面所學到的東西 到其他地方去 配管我們希望有的有機的理念 做生意 要天時地利人和 命理業能夠給的建議 大概就在天時地利上面 人和可不可以給呢 人和當然可以 我們可以知道說 你這個人 適不適合擁有團隊 適不適合做什麼樣的事情 看那個他的服役工 舔宅工這樣子 但是呢 實際人和這件事情呢 還是決定在 你自己的個性 人跟人相處之間 你願不願意去對 你的團隊是有耐性的 以男生來講 自己白手起家 做到這樣的規模 做的還是這麼這麼 高資本 高人力的品牌事業 跟你一樣有夢想的人啊 你會給他什麼建議 了解自己是一件蠻重要的事情 包含老師剛剛講的 天時跟地利 想創業的人 很多 包含現在在大學裡面的時候 都有很多的 創業學成 但是是不是 應該為了創業而創業 為了創業而創業的人 可能失敗的機率是九成 很高 對 創業應該是為了夢想而創業 同一有機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投入的資金其實沒有很多 我一開始跟我的合夥人一開始 各丟了一百萬 我們想的是說 如果做出來東西沒有人要 那我們就再回去原來的工作 繼續做吧 當然也很慘啊 我們第一批的面膜沒有達到我們的標準 我們就整批銷毀 當場 虧掉至少三分之一 前面的三分之一直接打水漂 那些做出來 絕不合我們規格的面膜 我們兩個一起一個一個把它剪掉 報廢掉 不是拿來自己把它敷掉 隔要敷十年 那教訓記在心裡面就好 我們會做出更好的面膜 不要虐待自己 我們要寵愛自己 不要一開始就把大的資本投進去 先可以用有限的資源去驗證自己的夢想 修正再持續再投入 一步一步的做 而且一定要找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覺得需要找自己喜歡的東西 雖然在當中會有很多的挫折 一個不喜歡跑馬拉松的人 如果中間在跑的時候 他只想到中間的呼吸困難 肌肉痠痛 都會覺得這是痛苦 但是喜歡跑馬拉松的人 就會享受這突破的過程 所以同樣的苦有人是享受 有人會覺得是痛苦的放棄 那我覺得就是有沒有喜歡這件事情 老實講很好 對這大概會是我的建議 對 我自己做過生意 我太清楚知道說那種 創業的過程 各種的艱辛跟各種的難度 如果你不愛 你根本沒有辦法 可以完成這個夢想 就像你若愛一個女人 她做什麼事情 吃醋小氣亂花你的錢 把你的卡拿來亂刷 你也覺得甘之如矣啊 你若不愛她 拜託 她就算煮很豐盛的餐給你吃 你都會覺得她的妨礙你減肥 我們接下來來看看她的判 她太陽作命 然後對面是巨門 所謂斗術裡面常提到一個很好的格局 叫明日趨暗戈 但實際上明日趨暗戈是在哪 明日趨暗戈是在巨門這邊 要當命空 太陽呢 做命的人呢 不太算是正式的明日趨暗 但是出去讓人家覺得還不錯 實際上呢沒有那麼的好 加上她還有陀融還有靈星 這種盤啊 通常人家也會給的建議就是啊 你就是好好去大公司裡面發展 以君米來講 他人生前半段確實就是在一個很大的公司裡面發展 這樣子的特質呢 一般也是人家不會覺得應該要創業的 可是結果她創業 不但創業她也成功了 太陽的人呢 自己本身就會有照顧人家的概念 尤其她是萬位的太陽 這個組合的人呢 是一個相當相當能言善道 基本上呢 她如果再戴上桃花星 那就是個暖男 當她運線呢 走進來這個階段的時候 七煞在這裡 然後對面是指揮天府 她這個大線走刃 這邊會有一顆陸存 剛好在這個大線內呢 進來七煞淘頭哥 會有一些動力 希望說自己要去做些事情 跟完成一些夢想 原本的這個太陽這邊 個性這邊 它是兩個陀螺星 所以呢 在那個過程中間呢 自己有一些徬徨 跟一些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過還好 因為她有個零星在 訪談中也聽到說 其實她在走的每一步 她都會經過很精密的判斷跟盤算 她不會一剛開始就 莽撞的去做這些事情 這個當然也是七煞會有的特質 命公這邊做著斧 開公司做生意啊 很大一個點是要人和 我們來看看她有沒有人和 她的財伯公啊 是貪狼加紅亂 這財伯公剛好又是命公的胸脯線 她身邊所有的人 尤其是女性 都很認真的幫她賺錢 如果她做的又是女性的產業 那就相當負荷了 更重要的是啊 她這裡有個破捐陸存 陸存是陳旺之星 她會把主星的好處增加 而缺點降低 破捐的好處是什麼 破捐的好處是 她敢去做一些 別人不敢做的事情 大限關入公的地方 她去選擇了一個 原本那個市場裡面 大家都不敢碰到的事情 還有一個重點 旁邊一個小地結 小地結呢 會讓她處在於這個 殺破狼狀況稍稍地去減緩 她太過的衝動 這個也是我們常說的啊 你不可以只有看單攻單心論 所有的煞星好的壞的 綁在一起的時候呢 她的真正的價值就會浮現 所以當她整體組合起來看的時候呢 賠錢然後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可是她慢慢慢慢的 她就開始知道說我要專注在哪裡 然後我開始要怎麼樣給獲利 這個破捐帶入存 是造成她願意去做 原本市場上的人都不敢做事 但她做了 我等一下會再跟她談一下 對 我一定會幫你們拗一些好康的 謝謝大家 謝謝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會做出更好的面膜 不要虐待自己 我們要寵愛自己 不只寵愛女人 我們要寵愛自己 有嗎 我們兩個男生 好 不只寵愛女人 我們要寵愛自己 有嗎 我們兩個男生 好 敷起來真的還不錯 精油的味道超讚 因為我們都使用有機精油 像你現在敷的那一塊是乳香 但有個小缺點 這麼省成本 你有沒有多乳香 因為大部分的女生的臉 都只有你的一半 大